如果下面的风口再拖落了 我们要首先要把上面的防护罩先拆掉 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话有根风口袋脱落了 在运输途中脱落了 掉到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把里面的袋子重新挂回去 挂到外面这个轮子上面来 包括那边的话也脱落了 这边的话输送台 里机器的话这边比较近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要把输送台的话 稍微往外面移一点点出来 输送台底下有个螺丝 这样也要松一下 两边都一样 这边也要确定 稍微松掉一点 输送台往外拉一点 这样就好操作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袋子先取出来 首先把这个铜块距离往上抬一下 这边同过来的距离才可以空间大一点 抬一下往上转90度 抬起来往上转90度 它就稍微会升高 四个都抬起来 然后左边的这个轮子的底座 我们可以往下面顶一下 这里是有弹性的 顶出来之后的话 把它的风口袋的话 拿到外面来 然后从这边的话 从两个雕道块之间把它取出来 一直取到这边 全部把它取出来之后 然后那边的关键就是搞平整之后 这边的话挂到这个轮子上面去 那边挂上轮子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再从 加热块跟上热块之间 把它往里面塞 塞到那个 上面那边皮带的下面下方 然后这个轮子的话 底座往左边一推 推到底 把皮带挂上来 有一点挂住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通电 让它先转一下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慢慢的走进去 然后加个速度 这个时候它走正了之后 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然后就把 这个 提高 提高片 把它掰正 然后它通关头降下来 这件机器就可以正常的 操作了 然后把松车再挂 往里面吹回去 这边的话大概剩个一厘米左右 把下面的圈圆把它锁起来 再的话机器的那个 风口的脱落的话就已经挂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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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